有第三题,第三题是问你 Displacement, Velocity, 和 Acceleration 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Displacement, St 它D一次,就会变成 Velocity, Vt 我们再D一次,就会变成 Acceleration, At 所以如果你想反转我们可以怎样做呢? 就是做 Integration,In一次变回 V 再In一次就会变回 S,就是这么简单 题目现在给你的是Acceleration, At 等于 3 over 2, T 减 1 When t 等于 2, Velocity 是 4 Position 即 Displacement 是 7 所以 V2 是 4 S2 是 7 目标是找回 T 等于 4 时 Displacement 是多少 即是找 S 是 4 我们看看这三个东西如何帮我们找 S4 首先我们先写 At 出来 Vt 就是 Integrate 次方加 1, 除新次方 In 1 就出 T 最后再加 C 你见到我们的 Velocity 有个 C 我们如何够办? 就是靠它给你的状态 V2 是 4 你代入它是帮你解决 C 可以吗? 所以 V2 是 4 即是 3 over 2 乘以 2 square over 2 减 2 加 C 就会等于 4 你会判断到 C 是等于 3 可以吗? 解方程中,你自己暂停慢慢解决 所以 Vt 的 C 其实是 3 做回同一动作 我们 St 就是 Integrate Velocity 一次 即是 Integrate 3 over 2 乘以 T square over 2 减 T 加 3 Dt 我这里是 3 over 4 直接变 然后 Int square 次方加 1 除新次方 In T 也是 次方加 1 除新次方 In 3 变 3t 最后也要加 C 我们又利用 S2 对于 7 Solve C 空间有限,你应该明白如何做 自己解方程 你会判断到 C 是 1 所以这个是 1 OK 所以最后,我写在顶上 我的 St 应该是 T 3 over 4 那两个 3 可以选择 再减 T 2 over 2 再加 3 T 再加 1 那 S 4 题目要求 你代回 T 等于 4 进去计 你会计到 21 所以答案就是 C OK 自己认住这个关系 就没问题了 至于 C 如何解决 Solve 看题目有没有给你 一些情景 代回 SOFT 这个是第 3 题答案 这要看得到 这要看 你不要解决 那你不要解决 我看到你 你把你给你 我看你 你现在想找到